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小米11 Lite 它是基於小米11的設計DNA 追求更輕量化的手感 重量只有157g 那顏色也會更年輕更粉嫩 那也更適合女性的消費者 更重要的是它的價格更便宜 貴哥卻剛剛好 那它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Let's go 好,這一支是剛從小米總部 寄來的全新小米11 Lite 那這一次台灣引進的小米11 Lite 共有三個顏色 那我手上是這個綠色 包裝裡面有小米11 Lite 33瓦快充 USB-C線 然後Type-C轉3.5的轉接器 SIM卡針以及軟殼保護套 說明書保護卡 那一入手你就會被它的重量給嚇到 媽呀,這小米11 Lite也太輕了吧 你看它螢幕這麼大 電池也不小 整個重量卻只有157克 那而且因為它螢幕夠大 機身也夠寬 所以你握起來的手感 就變得更輕 那它的機身尺寸是160x75x6.81 你看它這麼薄喔 它重量只有157克 那之前我在寫小米11開箱的時候 就有人在說啊 出平面螢幕他就買 好,小米11 Lite 這一次他就給你一塊6.5吋 10bit的AMOLED螢幕 整個螢幕啊又大又平又漂亮 最高亮度打800nit 對比打500萬比1 同時它還支援HDR顯示 那下面啊 這個是我在陽光下 觀看YouTube的MV攀拍的畫面 是不是還不賴 全平面螢幕啊 你在買保護貼的時候 相對會很好買 你絕對能夠買到全滿版的保護貼 那它上下都內建立體聲雙喇叭 追劇效果也不錯 不過小米11 Lite 它沒有說明 它是用多大的音腔單體 實際我聽起來的聽感 還算蠻大聲的 那它的音量鍵啊 電源鍵啊 包含指紋辨識 都位於右側 那SIM卡槽位於下方 那它支援NFC支付 它支援雙NanoSIM卡 那我實測用小米11 Lite 進出捷運站啊 儲值都OK 好 再來看到相機 這也是小米11跟小米11 Lite 它最相似的地方 它們兩個都有類似像 熊貓眼的主鏡頭設計語言 那相反小米11 Ultra 就沒有這個設計 那三鏡頭的試框啊 採用階梯式的設計 那不僅有特色 也可以讓機身顯得更薄 那小米11 Lite 雖然價格很便宜 可是我覺得它拍起來的照片的感覺 跟小米11真的不會差太多 它的主鏡頭是6400萬畫素 F1.79的大光圈 那超光角鏡頭是119的拍攝範圍 還有一顆長焦微距鏡頭 這一顆也很有趣 那這三顆鏡頭的實際拍攝範圍 大概是這樣子 那超光角最廣的角度是119度 那光學變焦最遠可以達到2倍 那數位變焦最遠可以達到10倍 那我這幾天實際拿著小米11 Lite 去外面拍照啊 我真的覺得它拍得還不錯 那像我去鎮冰漁港這幾張照片啊 這幾組喔 我都覺得在天空啊 在草地啊 然後這些拍攝的感覺都還不錯 像長焦微距啊 它跟小米11一樣 都是可以拍出又近又有前景深的照片 那有了景深喔 拍起來就會很好看 那它有一個功能叫做魔法幻天 那像我去八斗子漁港啊 雖然隨手拍了幾張 然後沒有下雨 可是它也沒有藍天 所以就可以利用這個魔法幻天的功能啊 直接把照片打開來 然後點選魔法幻天 它就會自動偵測天空的模樣 就可以直接在拍攝完之後啊 用後置合成的方式幫你一鍵幻天 看是要藍天白雲啊 黃昏啊 星空啊 宇宙啊都可以 我真的覺得這個功能非常實用 根本屢拍神器喔 P圖都不用求人 不過它畢竟是P圖喔 真實的天空還是會比較漂亮 那你看像我這幾天啊 去拍一些比較漂亮的天空啊 像黃昏啊 它的雲彩啊 拍起來的色澤啊 都非常的鮮艷飽和 那像這張在天橋上啊 剛好拍到一個阿伯 就用它的人像模式 然後對焦在阿伯身上 然後後面就直接讓它虛化掉 這樣拍起來的整個感覺也是還不錯 那在室內拍攝15啊 AI拍攝會自動抓到白平衡 有些會控制的不錯 可是有些就會有點偏藍 那需要手動調整一下顏色 讓色溫可以再溫暖一點 在拍攝15會比較好看 那在夜間拍攝啊 我覺得它的快門手感成功率 也都跟小米11差不多 那高光源都可以抑制到不過曝 不過在低光源的細節啊 會比小米11再少一點點 那超廣角 主鏡頭跟望遠鏡頭啊 這三顆拍起來的感覺都很接近 它的色溫也都很相似 不會有那種主鏡頭才好拍的感覺 那有一顆是戰術鏡頭 錄影的柔順變焦的體驗很棒 三鏡頭切換的時候 幾乎沒有明顯跳動的切換感覺 而且它可以順暢的潤應鏡頭 那它最遠變焦是6倍 畫質也可以在接受的範圍 這部分呢我覺得跟小米11的體驗感覺是一模一樣的 那還有一個功能叫做魔法分身 它可以在手持相機的情況下 去拍出兩個或三個自己 那可以拍錄影也可以拍照 那很有趣的這個功能 大家一定要去玩玩看 好再來是效能的測試 小米11 Lite它比較便宜 它搭載的是高通780G 記憶體搭載的是6G加128G的儲存空間 那我使用PCMark、Antutu、3DMark的效能測試 結果如下 那高通780G的處理器的分數 確實跟旗艦處理器S888有一段的差距 但是實際在使用上面 我在玩遊戲、吼彎 或追劇、拍照效能上面 都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畢竟這是效能過剩年代 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看片、拍照 或者玩一些小遊戲 我覺得都不會感覺到有明顯的卡頓感 那它的系統預設就是安卓11 然後米UI的12 那它介面非常的清爽 很接近原生的安卓介面 以及各種優秀的內建功能 比如說它支援通話錄音、螢幕錄影 臉部辨識、應用雙開、行動支付、應用鎖 還有隱藏應用 那其中我最常用的是萬能遙控 我可以用上面的紅外線發射器 然後遙控家裡的各種電器 比如說像電視啊 或者是像我家的大清冷氣機 小米11 Lite它支援的是33瓦快充 那包裝盒裡面的是33瓦 那我試著用120瓦的快充去充它 那實際上它支援到的是27瓦 然後整個從20%充到100% 大約花了61分鐘 在續航力的部分 我使用PCMark進行不斷電的測試 那總共測的是13個小時 如果加上剩餘的20% 應該是15到16個小時 好 我們最後來做一個結論 這一次小米終於把產品線整個補齊了 除了比較可惜的是 11 Ultra在台灣沒有上市之外 大杯的小米11跟中杯的小米11 Lite 他們都分別在台灣上市了 如果你對這兩支有心動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樣挑選的話 那最簡單的就是 你想要2021年最旗艦的規格 而且你有玩遊戲 你有拍照 你什麼都想要 那你就買小米11 如果你本身是拍照 追劇的需求居多 你想要更輕的手感 更漂亮的機身顏色 那我覺得選小米11 Lite還不錯 而且它雖然沒有強調玩遊戲這一塊 但是它玩一些輕度的遊戲 我覺得還是OK的 像我玩弓箭傳說 這種小遊戲 我覺得還是蠻順的 其實我才拿到三天 如果大家還有對這支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